我希望把這個公式再把它縮短一點 你想說有沒有別的方式更簡單 其實是有的 也就是Excel裡面的公式不是唯一的答案 也就是說你如果 懂得利用別的函數的話 也就是說你 懂得函數越多 那你可以 想到的方法也就越多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REP加LEN的 公式換一下 換成另外一個函數 來解決的話 那我要怎麼做我把綜合練習再複製一個 在旁邊 那如何把這個綜合練習工作表再複製一個一模一樣的在旁邊 很簡單拖拉的時候有沒有就是滑鼠點 左鍵 向右拖拉會有一個好像 箭頭上面會多一個一個文件有沒有 這個叫移動 可是如果你要複製的話請你多按一個Ctrl鍵 你按下Ctrl鍵 有沒有發現上面會多一個加號 這個時候的話你把那個滑鼠直接就 把它放開 它就會複製一個一樣的這個工作表 有沒有 這樣就有了 如果你還在複製 拖拉有沒有 再把它 點一下Ctrl鍵喔 然後把左鍵放開 又一個了 你們等一下可以練習一下 為什麼要特別複製 因為我想要把 這個公式 換一下 但是我不確定說我換的結果對不對 而且如果我假設拿來改 我就改不回去了 所以一般的狀況 在 修改 公式之前 通常會多複製一個 然後 如果多複製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這邊可以刪除 如果這個不要的話把它刪掉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換一個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啦 其實有個方法 其實你直接在比如說蒙號區 G4的上方按右鍵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儲存個格式 這個格式的話呢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在制定裡面 最下面這邊 你把這個制定裡面輸入三個0 你按個確定 你會發現它變084 有沒有 但是呢 你說那我如果直接把它變084的話 那是不是說我這直接可以 把這個剛剛的那個084 直接就串過來就好了 我就不需要 再去 串一大堆東西 所以有一樣這邊也是這樣 所以乾脆選這兩個好了 把 G4跟H4一起選 然後一樣輸入的話 輸入000 記得喔 在制定裡面輸入000 有沒有 它就會084 007 那你想說 那如果已經變084 007 那我是不是剛剛的公式喔 就不用什麼 REPT加L1 不過你可以試試看啦 你這邊把這個 N的趨勢 打勾看看 你會發現 我明明是串084過來 為什麼它還是變84 那跟各位講喔 在椅子友裡面喔 很多狀況是這樣 看到的東西 未必是它真實的存在喔 OK 所以呢 如果呢 你假設按右鍵 儲存了格式喔 把它制定的話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格式 那什麼叫格式喔 所謂格式就是外表長的那個樣 那實際上它並不是那樣喔 OK 那裡面真實的存在在哪裡 其實喔 你可以把游標放上去 真實的存在喔 其實要看上面 資料編輯列裡面的東西 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它其實就是84啦 那還沒變 可是問題啦 你說 老師那我有什麼方式喔 可以真的把84 變成084 欸 到底有沒有什麼方式 真正變喔 不是假的變喔 像這個只是 表面上變 它不是真的變 OK 所以呢 如果你要真的變的話 你就要想到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很重要 叫TEXT 這個TEST函數喔 它就可以真的把 這個84喔 直接就變成084喔 那規則跟剛剛格式幾乎一樣 只是說呢 你要把制定的那三個0喔 放在Excel裡面的這個參數裡面 就可以完成了 那怎麼做喔 我在旁邊這邊做練習好了 插入函數 找到文字類裡面的T開頭 所以T應該比較下方 TST 這一個 然後 按確定之後 它會跟你要兩個資料 什麼資料 第一個Value應該知道 資料在哪裡 資料在這裡 我再把84 得到是84 那如果我要把它變成084的話 怎麼變 底下有個Format test 請你把它輸入三個0 這三個0喔 就是剛剛我們 在那個 制定格式裡面的那個 三個0 意思一樣喔 所以將來如果你假設在格式裡面輸入000 它只有表面上 變成 084 但是你要真正變成 084的話 那記得喔 你就可以用Test函數來做 不過喔 還有一點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如果你輸入00 剛剛 制定是 直接三個0喔 但是因為Test這個函數 它前面有跟你講說 它是一個Test 所以喔 如果是Test的話 你看到這個Test這個關鍵字喔 你就要記得啊 這個 一定要提供給它的是 一個文字 那什麼叫文字喔 還記得吧 如果所謂的文字就是 前後都一定要前後雙語號 這個才是文字 如果你沒有加前後雙語號的話 那會出錯喔 OK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很多同學 直接輸入三個0 忘了加前後雙語號 那結果就不對了喔 OK 那你可以看到有什麼改變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Test還是2 它是把這個資料給它 這個資料 裡面放的就84 那經過格式化之後呢 它就真的變084 OK 所以要按確定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它就變084了 OK 那你說老師 這個也是表面的嗎 是不是表面其實很簡單 驗證就知道了 怎麼驗證 直接 再把這邊呢 不要 抓G4 我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 end的什麼 end的i4就好了 有沒有 把這個串過來 打勾看看 剛剛 失敗嘛 現在會成功 有沒有 084 OK了 所以 如果我想要一次就完成的話 那很簡單 其實這個也不用了 這個只是 我們練習的 那我就直接 把這個公式 我end的時候 我直接就直接在這邊插入一個公式 公式的 插入一個函數 函數的話就是用test 直接在這邊 end test 然後一樣 把這個 這個value給它 然後這邊的話一樣 雙引號 0 0 0 後雙引號 就把084得到了 然後串在哪裡呢 串在這個手機號碼的後面 按確定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樣子 應該比剛剛簡單吧 然後後面還有007嘛 所以007的話一樣 就把剛剛的做法再做一次 end-號 然後複製一下 貼到它的後方 那做什麼事呢 把 G4呢 改成H4 這樣打勾看看 有沒有 下下填滿 也OK 那結果也不一樣 其實結果好像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公式不同呢 有沒有 這原來這麼長一串 現在的話呢 只要一個test 就可以解決 所以如果兩個比較之下 當然我想 如果 你要選的話 我想應該大部分還是選擇test 這個函數來 解決這個問題 應該比較簡單吧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然後呢 這一個工作表我乾脆直接把它點兩下 把這個2改成TST算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 也就是說呢 我這邊 點兩下修改完 Enter 那你可以看這個就是原來的 REPT加LEN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test 兩個啦 所以請各位再練習另外一個公式 就是呢 把剛剛 REPT加LEN 改成用test 函數來完成 那這個公式其實雲端上也有啊 所以你們如果要找的話 雲端白板上面 在下面這邊有這個方法2的公式 那我把它放大一點點 看得懂嗎 所以關鍵的地方記得 這個 三個0前後一定要加 雙以號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